那连这两只都是这样了 那对不对 连这两只都是有病的 那我怎么想 肯定是想他们的问题了 现在趴在小王腿上的是他的第二只猫 精神状态很差 不能进食 只能喂一些葡萄糖 小王马上大学毕业了 也找到了工作 前段时间他想养只小猫 在咸鱼平台上看到了一家叫做 鸣猫的店铺 地址在杭州全府桥路 2月19号 小王去那儿叫了1800 领回一只小猫 小王自己说是买的 但当时的单子写着 愿者领养责任自负 回家养了两天 小猫就出现问题了 星期五早上起来 就是趴在这个盆子里就不动了 那是他还活着吗 还是已经没有了 就只有呼吸没有心跳 就是相当于脑死亡了 医生是这样说的 小猫没能救回来 小王也和宠物医院的医生分析过死因 猫粮那些牌子我都问过医生 他都说是很认可 都是还好的牌子 然后就是很奇怪 然后医生的结论就是 回到换了一个新环境 应激反应 小王觉得可能是自己没经验 没有照顾好 他又去了这家店 带回来同一窝的另一只 也是1800块 去附近宠物医院检查了一下 医生没有发现问题 小王很开心 养到3月3号 小猫开始上吐下泄 把那些症状 拉稀 然后吐黄色的 我吐雾 告诉医生 医生就是 立马就下了一个判断 可能是猫瘟 然后他又测了一下 然后就告诉我 之前没测出来 是因为在潜伏期 小王分析 小猫在店里就染上了猫瘟 但潜伏到最近才表现出来 他觉得店家给的是病猫 应该承担责任 你从我这里出去检查了 没有问题 然后你再养出问题来了 他有潜伏期的呀 潜伏期 你去问医生 这个潜伏期是怎么算的 不是说从我这里出去 就像防疫疫苗一样的 你就算第一次你去医院里面 你检查就好 但是你的空档期有10年 你第二只猫 一定是传染的 一定是你消毒没到位 第一只猫 那你怎么养出 那你第一只猫 怎么养出猫瘟 你拉肚子拉出来的 第一只猫根本就没有拉肚子 就是突然死掉 直接就死掉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黄老板说 小猫是离开店铺后出的问题 和它没关系 店里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 只有宠物用品专卖 没有宠物买卖 黄老板说 小王在他这儿不能算买 只能算领养 这是我的猫 这是别人放证的猫 你喜欢这个东西 是不是 就跟娶老婆一样 你喜欢这个女孩子 我养的这么大 你肯定要给我一点营养费吧 要不要 我这不是卖 你二十万给我的营养费 我是卖女儿吗 我嫁女儿 小王随后把情况反映到了 简桥市场监管所 执法人员表示会上门调查 并帮双方调解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